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份裝扮我是 雞頭 殘留世界經濟 在你這下巴收視你風靡萬千少女的愛 是頭的英文名字是癌死 朋友 你講完了沒有 今天半鬼半怪是因為 是要介紹跟我一樣 俊俏的發明家 哇 新加坡國立大學混合現實研究室的首席研究員卓龍欣 是一位發明家 他的發明很精彩 還曾經榮獲傑出青年企業家獎喔 士迪 這個時候在我身旁就是這個研究室的主管 Donald Cho 歡迎 看起來好像是混血兒 我要問他一下 你是地區嗎 你是什麼背景嗎 我爸爸是中文 我生在馬來西亞 我媽媽是從歐洲 我生在澳洲 我生在新加坡 我已經10年在新加坡 是有一個主要概念 或者是有一個人的影響 你會在所有的技術 你會做到 基本上 很多人會用電腦 用電腦 但那是不容易 用於人們 所以我們要把電腦 用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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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單純的 用電腦 或影片 也會用觸感 用味 和香味 我們可以跟我們 的感受 卓博士所說的最自豪發明 是寵物機 他小時候常跟祖父的寵物機玩 因此啟發他發明寵物機披肩 披肩讓主人無論在何處 只要透過電腦和模型機 就可以讓寵物感受到主人的觸碰 卓博士的其他發明 也都曾經在各國媒體上曝光 最新的發明是抱抱睡衣 以及部落格牆壁師哥 最近在歐洲推出 副互動功能的可愛玩具 是卓博士為小朋友們發明的 靈感來自目前超夯的 Facebook交友網絡 他認為 小朋友在網絡上交友 有一定的危險性 於是決定提供小朋友 一個安全交友的管道 小朋友手上只要持有玩具 就能透過他和朋友打招呼 互送禮物或傳簡訊 這樣的交友方式 比在網絡上透明安全得多了 別人用電腦發明我用 蒜盤 第一個是M4Scribe 再一口三口 好猛猛 蒜盤的發明東西 我跟你信啊 哼 更定了 因為蒜盤子 就是用蒜盤發明的 娘子 我不要信娘了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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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歡一個男人 我喜歡一個男人 真正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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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爆睡衣能透過觸摸 讓孩子感受到父母愛的擁抱 為大家隆重介紹春夏最流行的服裝 歡迎本家的爆爆睡衣 穿在冬瓜身上這一款最新款的爆爆睡衣呢 能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全新觸感 請示範 沒錯沒錯 來 先示範 我們從背部開始來背部 背部 有沒有有沒有 有沒有 肩膀 肩膀有沒有 有 排部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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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寵物機延伸出來的爆爆睡衣 冬瓜身上所穿的是實驗室版本的爆爆睡衣 不是它的尺寸 成品就是卓博士的兩歲小千金身上的這一件了 親子相隔兩地時 卓博士能透過電腦 讓寶寶感到擁抱的溫暖 這項發明多少能彌補親子缺乏接觸的缺憾的 接下來的這個發明 是將簡訊在瞬間轉換成詩 是文筆不好之人傳情答義的工具 老瓜 你會寫詩嗎 當然 為你寫詩 為你緊張 手 在我面前講寫詩 我講第二 沒有人敢講第一 手 馬上引手詩 額額額須向向天歌 白毛浮綠水 紅掌波青波 Wave Yeah Wave Wave Oh yeah W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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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水 W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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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在手機上打上簡訊輸入特定號碼 簡訊就會自動轉化成一首短詩 部落格牆壁師哥即將在本地公眾場所出現 到時候很多年輕人就會忙著傳簡訊 讓心上人和公眾都可以看到自己愛的宣言 蛤 一天一蘋果阿浩遠離我 喔 冬瓜的宣言太直接了吧 也難怪阿浩要發威了 阿浩 嗨 看了這麼多的發明喔 冬瓜 你覺得怎麼樣 冬瓜冬瓜 你嫁得很爽喔 軟你軟久了喔 我也不想的 我長得這麼美 站線模特兒 你們要不是叫我阿浩 我跟你們說喔 說到這個外號喔 我認識三兄弟 有一天我問大哥說 你平時都要做什麼 那大哥就說 吃飯 睡覺 打咚咚 那我就問這個二哥說 你平時在做什麼 吃飯 睡覺 打咚咚 那最後我問這個三弟 你平時在做什麼 三弟就說 吃飯 睡覺 那為什麼沒有打東東啊 因為我是東東 你說一次 我是東東 不要 不要 打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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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